抓到了政府会控制你家冷气 试水温以后就强制推销控管了 这是用膝盖响的政策吗 你问每个人每个人也会说不要 因为你夏天那么热 你一个小时要走到哪里去 因为在那个一个小时里面 真的是蛮辛苦的 像我们在家里带小孩 你叫我们关一个 我跟妳讲那我小孩带到哪里去 冷气吹吹突然被关掉 这么奇妙影响到生活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很OK 最热的时候关掉你家冷气 卖店的还要付钱给大家小用店 北七我看起来缺那个几十块 我们基本就给他48块 那如果在依照用户他实施的期间 他有节能的效果 大概是多少度 我们在每一度给他十块 我觉得很好笑 我还是不要拿48块 他奖励的就是价值 因为对现代人来说 就是不能够忍受那个太热的 那个状态吧 应该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接受 两万台的冷气能省多少店 民进党政策错误要别人解决 先把总统府排第一个单位吧 那目前来看其实也很多用户在洽取 那我们有专门专策的网站 其实我们也担心这个两万台 说不定一下子就被很多的用户去 他认为他有兴趣来做 我不会去撑取 因为那太离谱了 我觉得申请是还要再跑一趟也麻烦 然后总觉得这个方案 不是那么样的理想 党不是说不缺电还需要节电吗 到底是多紧绷才会出现这种政策 还以为是中共国家政策 那跟缺电更没有关系 因为就我们来看 现在整个我们的预期 不管是今年到2030年 整个电源其实都还是非常非常足够的 我不相信啊 一定是缺电的 目前不可能不缺电的 因为生活 这一台就要用多少电了 不可能不缺电的 所以大家要一起为这个地球努力 是真的是要需要大家一起 花一点力气去关注这些疫情的 急了没变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济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快点购下ensa 感谢尼핑 werden erobe 费 还是 visible 啊 其